继美国政府、加拿大与荷兰国会之后 英国议会在22号通过动议 宣布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的镇压 犯下了种族灭绝罪 英国国会议员22号投票通过动议 宣告中共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 犯下了种族灭绝及反人类罪 英国保守党、工党、自由民主党、苏格兰民族党 和民主联盟党的议员都发言支持这项动议 议案推手英国保守党议员加尼近期因为批评中共对维吾尔人的处置 与其他四名英国议员遭到北京报复制裁 加尼呼吁英国政府运用国际法加以制止中共的迫害行为 目前美国政府加拿大与荷兰国会加上英国国会 至少有四个国家认定中共犯下种族灭绝罪 立陶宛国会则是在22号召开共庭会 由国际专家与被监禁者的亲属献身 说明维吾尔人遭受各种不人道待遇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瑞娟整理报道